98年的小区有五年宠物店工作经验 工作日一般要给五只宠物洗澡或剪毛 看似简单的步骤 其实也是一份体力活 就是因为家里做了这种行业 然后也是从小就跟家里做这个挺开心的 每天挺开心 挺治愈的 然后我就自己慢慢地养狗 我先从自己养狗开始 然后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然后我们再去学习 刚开始就是从学校去学了一下 评讯了一下专业的一些东西 然后慢慢出来 就从一些剪毛结构的 然后最及时的一个步验之后 然后慢慢地开始学 然后之后就开始学剪毛 以前试试 就是结果越来越喜欢 越来越喜欢了 你是怎么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的 就有时候你剪了一个造型 您觉得我自己这么一个 瑶草小狗剪得很完美 很好看 然后你就自己没有成就感 然后就听到主人刷你 嗯 然后你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很多 就特别要有耐心 你才能做这个行业 如果没有什么耐心的话 你做这个行业 其实坚持不了多久 你就 可能你就觉得他们脏 因为他们就拉10 3 你清理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就有点 开始不太舒服 或者是 觉得太累了 太能坚持下来 就是坚持不得下来 就是漫步啊 费得那么多 就是一定要喜欢 特别喜欢去 这个过程其实你也是开心的 对 就是 你觉得他来的时候很害怕 突然间就是一下好了一点 很轻的那种 就觉得 有一个小狗 都会被我治愈的 或者小狗 都会被我治愈的那种感觉 在学习 在体力 在往 就是多考考证案什么的 这样其实也是还是弄的 现在的话 是可以多 多指导自己的技术 自己的技能方面的一些 专业啊 或者是理论的一些知识 就比如说 我一个造型啊什么的 可能自己觉得有点亏欠 还是想多 多学习 多进步 然后多在上海带的啊 应该一样的 一样都不咬